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气候变化也是气喘耗发的时节 根据2018年芬兰科学报告 期刊报导指出 冷空气会增加呼吸道不适症状 特别是气喘和过敏性鼻炎患者 每个气喘病人的过敏源不同 有可能是食物 尘蛮 空污等等 卫福部推估全台约有200万气喘人口 30年来儿童气喘的盛行率增加到10倍以上 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是气喘儿 为什么气喘盛行率年年攀升 家有气喘儿如何做好环境控制 减少气喘发作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在说话 我是李宜 气喘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严重起来却也可能致命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30年来儿童气喘的盛行率增加了10倍以上 今天我们就请到三位特别来宾 来跟您好好聊一聊气喘这个问题 第一位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小儿部的张荣华医师 张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医部的杨成战医师 杨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营养师佟丽霞 丽霞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么节目一开始我要请教张医师 您作为小儿科医师一定看很多的小儿气喘的病患 先请教你一下 到底什么是气喘 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定义 最主要常常家属就会提到说 小朋友有哄哄哄这样的声音 这个就是所谓的喘民声 而且小朋友有时候他会觉得呼吸比较快 呼吸比较急促 那甚至大一点的小朋友他会跟你说 呼吸困难 那有一些家属他常常会提到说 小朋友他容易有夜咳 那最主要如果有这个四大症状的话 我们可能就高度的怀疑 甚至可以诊断他是一个气喘疾病 可是我想爸爸妈妈 如果家里面已经有一个气喘儿 大概他也知道说 什么这样的状况要看医生 因为可能常常跑医院 可是对于第一次 爸爸妈妈怎么知道说那么小的小孩 可能是气喘了 应该要赶快来 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好 也是一般临床上最常容易遇到的 家属就会问说 这到底是一个感冒 一个普通的感冒 还是说他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一个 比较严重的过敏疾病 譬如像气喘 如果是感冒 他会比较是一个短期的 他这个症状通常就是大概在十天之内 那如果说你这个症状有可能超过十天 那我上述讲的那几个重要的症状的话 可能家属就要高度怀疑 他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只是一个感冒 有可能是可能需要一个长期调控 不注意这个生活起居的一个疾病 所以爸爸妈妈家里面的小孩 如果有这个喘咳的状况 可能要留意 他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了 那杨医师 这个中医怎么看气喘这个疾病 中医认为这个疾病跟肺皮肾都有关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认为肺皮肾 是我们身体水溢的一个负责的单位 那当这个三脏 这肺皮肾三脏 如果运作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就会产生浮痰 痰影的痰 那当遇到外血的时候 所谓冷空气 感染或是过敏源 或是说这种一些外界的刺激的时候 那外血会引动这个浮痰 就造成气喘的一个症状 那这个气喘在西医来讲有没有什么分级 如果说你很容易晚上就咳 譬如说这边有讲到夜咳 一个月大概两次 那当然这个夜咳是指说 它咳到很严重 晚上会咳到醒来睡不着 如果你有大概这个次数 可能它就已经进入这个所谓的一个 所谓持续性的 这个就需要用药物的保养 那另外一个是所谓急性期的 急性期的 它也是有分这个严重程度 那一般会去看这个平滑的呼吸 还有这个速率 还有这个血氧的浓度 那说是不是需要赶快住院 或是送到急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您这个字卡上面有偶发 一直到重度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觉得说 它喘不过气来 或者说不舒服 就应该要赶快报到医院来 对 有时候家里是可以先做一些 初步的处理 因为有时候家里比较圆 譬如说 一般如果说我们在家里 有时候真的比较渴 比较喘不过 一般我们会希望 它赶快吸一个所谓的气管扩张剂 不过气管扩张剂 那必须是它已经就医了吗 对 有就医过 然后家里可能要自备 所以就是说用这个节目 提醒各位观众 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一个气床儿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的 跟你的医师做一个沟通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去用 这个所谓的急救药物 因为有时候家里这个路途太远了 你在家里一定要做一些 初步的处理 不然有时候这个气管一轮缩 超过几分钟就有可能造成休克 这个关于治疗 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聊一下 不过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说气喘跟过敏有关系 我想这个我要请教我们营养师 那这个小孩子 到底哪一些食物 比较容易引起那么小小孩过敏呢 对因为其实造成一些过敏的食物 可能主要就是跟它的新鲜度有关 那第二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跟它的一些蛋白质 或是蛋白消瘦有关 那过敏导致的一个症状的 临床表征 其实还包含了像肠胃型的 然后或者是说像一些皮肤的表征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气喘型的那种过敏性的气喘 我们比较容易造成过敏的食物 包括像一些海鲜类 主要就是因为它如果不新鲜的话 其实它的主胺酸会有很多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它蛋白质的结构 那再来的部分呢 就是跟它的一些人工就是食品添加物 这个部分有一些相关性 那除此之外呢 像一些蛋类或者是奶类 这些都可能跟它的蛋白质这些有关 那最后呢 比如说像是一些毛比较多的 像奇异果这些 毛的部分刷洗得比较不干净 或者是说像奇异果里面的一些蛋白酵素 这个都比较容易造成一些过敏的发生 看起来还都是小孩子喜欢吃的东西 这有点麻烦 没错 杨医师 这个从中医的观点 这个对于这个气管的保养 刚刚您说肺跟皮嘛 对不对 那这个食物上面要怎么样去注意呢 那其实在中医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 有分为寒喘跟热喘嘛 那如果你是一个热喘的病人 那对这些热性的食物 比如说油炸的 像荔枝啊 农烟啊 这些都比较热性的食物 那吃了可能诱发它热性气喘 所以要避免 那如果第二部分 如果是寒性气喘的病人呢 那就我们临床会常告诉病人说 生冷的不能吃嘛 冰冷的 对不对 还有瓜果 西瓜 水梨啊 柚子啊 这些橘子 都是比较寒性的 那这种病人就不适合吃 所以我们在中医 在门诊 卫教的时候 都常常告诉病人 不能吃冰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各位观众 可以知道气喘 其实是一个古老的疾病 我们听了三位特别来宾 跟我们第一段节目 跟我们这样分析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历史上 是怎么样看气喘这个疾病 气喘的历史 在古代中国 应该很早以前就有了 因为在汉代 《黄帝内经》里面 就已经有种责性的 这种治疗方式 所以时间肯定很久 而且一定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那到了北宋的时候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当时的宰相王安石 他有严重的气喘 据说他气喘发作的时候 传起来像牛鸣一样 那他下属就 给他敬奉这个 子团人声 在太阳山南路出产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党参 这个党参呢 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药材 为什么呢 因为长年的开采 它已经很少了 另外就是 北宋的时候气候有变化 再来的话就是 这些东西都是供给皇上用的 所以一般其实 一般人在宋代 已经不容易得到 王安石这个人虽然是 政治上刚愎自用 可是呢 他还是有清廉的一面 他很不高兴 他拒绝了这个 这个金凤 他说我不需要 这个子团人声 他说下属说 这可以马上治好你的气喘 那王安石说 我从小喘到大 从来没吃过这么高情的党参 还不是活到现在 这个故事是 一方面是讲王安石的意识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有看到 就是党参这个东西 现在宋代是被当作是 治疗气喘的 具有生效的一种药物 那回来我要先请教詹医师 这个现在的 怎么看气喘跟骨瘦 可能真的不一样 那你可以讲一讲 现在最常引发气喘的原因是什么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告诉病人说 要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天气的变化 像这个季节 冷热交替要进入秋天 超发的季节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感冒 如果讲得比较直白 上呼吸到感染的时候 这个容易又发整个气管的发炎 再来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要避免这个 碰到它不该碰的东西 譬如像过敏源 还有刚刚营养师提到的 有一些食物 那那个过敏源 包括空气里面的 跟吃的东西 那这个都要到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才会知道 好 那我就要请教杨医师了 在这个穴位的刺激上 对于这些气喘有什么帮助 气喘是因为外邪嘛 比如说这个外感染 过敏源 或是说这些沉满 那中医来说 这个都是我们体内 身体的抵抗力不足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穴位 来提升我们的一个正气 所以我像如果我们常用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用 按我们的督脉 督脉就是我们背后这条 我们脊柱这条督脉 能够补气降生 小朋友就按督脉 然后推拿 那第二个穴位是介绍 就是在我们 井后面这两个熬 我是风磁穴 风磁穴 顾名思义就是风的磁 那古人认为说 当这个风磁穴的位置 吹到冷风的时候 就容易感冒 所以这里是一个防御风邪 一个很重要的穴 那第三个穴位就是 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两个乳头中间 瘫中穴 那这个在中间认为 这个能够行气宽胸 因为这个瘫中的位置 刚好是在我们气管的 一个表面的位置 那才按这个穴位 能让我们的这个气管 能够强壮强健 第四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按这个颌骨穴 颌骨穴是我们这个 中医说面口颌骨瘦 那这个能够开关通翘 也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 免疫能力 所以在平常如果有这样一个 其实不管在平时的保健 或是气喘发作的时候 都可以按这些穴位 来提升我们的震气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气喘发作的时候 做这些事情 如果平时预防的时候 做效果会更好 好 那当然我们要提一下 气喘的治疗了 那张医师 一般这个小朋友 需不需要上来急诊 我们会在家里 先请家属做一个检查 就是所谓的 用这个所谓的 尖锋流速器 小朋友就会去吹这个气 不过这个 这个是已经 家里面有这个气喘人 来看医生 那医生会给他这个东西 对 一般会叫家属 一定要准备一个这个 你才有办法在家里评估说 我只是在家里继续 用这个所谓的扩张剂就可以了 还是说我需要等来急诊 做进一步的治疗 是 那肩风流速器是给小孩吹 是 吹大概是吹到怎么样 才要到医院来 怎么样不需要 还可以用这个药物 在家里先处理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小朋友 会叫他每天早晚要记录 早晚各记录三次 然后选最好的 他就记录起来 譬如说平常如果他吹100好了 那如果说今天他觉得不舒服 他吹了他剩80 还有80分以上的话 那大家在家也就是先用这个 扩张剂 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不太会手口协调 我们就会吸药辅助器 接在这个地方 一般是大概三四岁以下 甚至有些大一点 还不是那么可以用的话 大概就接在这边 然后请家属 在家里先吸 那如果说他很不幸的 他吹起来的这个尖锋流水器 他的素质不到原料的60% 那就不行 那就可能要送到急诊 那接下来我要请教我们营养师 那到底有哪一些是禁忌 哪一些是觉得说 小孩吃起来可能比较不会有问题的 那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 均衡的饮食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像一些加工品 食品添加剂这些 常常也有可能是导致过敏的原因 可是刚好这个偏偏都是小朋友喜欢的 像一些糖果饼干 尤其是含糖类的食物 这个反而就是比较容易 让小朋友的呼吸道更不舒服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食物的部分 其实第一个就是要原型的食物 那首先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 就是没有脱壳的一个红糯米 那再来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无调味的一些坚果 那值得一提的部分呢 这个是我们用糙米去爆的一个爆米花 最后呢其实再补一些 没有调味的一些葡萄干 去增加一些甜味 简单的讲 就是说这个天然 对 天然的 营养 对 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对 不要冰冷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段影片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在居家 预防气喘的发生 老婆 我回来了 我的天哪 我出差才没几天 怎么家里乱成这个样子 喂喂 你不要这么不体贴好不好 你出去外面忙的时候 我在家里也没闲着耶 家里又要做菜 又要煮饭 而且我又要上班 又要带小孩 再说 小孩子 在家里你要把东西弄乱 我有办法吗 这什么味道 哇 这多久没洗了 这个又没有带出去都在家里用 干嘛要常洗啊 好 那我问你 那楼上的小孩子的房间 里面的枕头 小孩子的棉被 还有他的窗帘 你也都不洗咯 怎样 好 来 坐坐坐 来 我跟你讲 根据国建署最新的这个调查发现 幼发12岁以下儿童的弃传最重要的原因 橙蛮占了第一名 了不起啊 老公最近有读书耶 可是我说我们家都没有看到有橙蛮呢 再说下去 我真的要吐血了 怎样 我跟你说 你以为橙蛮跟蟑螂一样大 其实橙蛮只有0.1毫米而已 你知道吗 0.1而已 再说 这0.1这个东西呢 通常呢 它生长的环境呢 是在22度到26度 它的环境湿度呢 大概是在70度到80度之间 大多数的城蛮呢 会附着于孩子容易接触的地方 像是窗帘 你做的沙发 还有你手上的被子 这个都是诱化我们孩子 弃床的主要因素啊 那怎么办 喷杀虫剂吗 哪一个牌子比较好 我好温期 我当初怎么追求你的 老公你忘了吗 当初不是你追求我 是我追求你的耶 好了 不要说了 赶快把这些窗帘 被子 还有你这个沙发坐垫 还有这个孩子的龙毛 就拿出去 利用有太阳的时候 赶快晒一晒 好不好 求求你了 我的姑奶奶 很多父母亲都知道 家里面要怎么样去防止城蛮 也许这个不要用地毯 不要用厚的窗帘 父母亲最担心的就是说 我这个气喘到底会不会好 你可以跟我们观众讲一下 是 这个也是门诊家属很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说这个病 因为事实上气喘 它在小孩子来讲 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气管发炎的一个慢性疾病 对 那他不像感冒说两三天就好 一个礼拜之内就好 所以家属非常烦恼 就是说 这个气喘到底会不会好 那一般我们会跟家属讲说 是会好的 可是你要有一点点 给他一点点时间 给他一点点耐心 我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控 环境的注意 饮食的注意 那再来就是一些药物的慢慢的调整 那这个千万不要错过黄金时期 因为一般小朋友你在念小学之前 有一个会有可能权益的机会 可是如果说你在这一段时间之前 你没有好好的给他调整 让他常常的发作 那这个病可能就不会好 就变成一辈子的气喘 那但是在治疗气喘里面 很多的爸爸妈妈很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医师有时候会使用肋骨唇 对 这个什么时候要使用肋骨唇 是 一般家属听到气喘这两个字 就很害怕 为什么很害怕呢 因为他听到这两个字 他就想到另外一个三个字 就是肋骨唇 是啊 那肋骨唇给人家一般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就会说 它是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药物 可是事实上身为现代人的我们 事实上是非常幸福 这个肋骨唇它的记性越来越多 从以前的打的吃的 到现在事实上都是用像我们所谓的这种吸入型的 还有吸的 是 所以它的气量都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如果说你能根据医师的指示好好的使用 事实上是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 内骨唇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 气管扩张 那杨医师 那这个在中医来讲 有什么预防气喘发作的方法 比如说已经知道可能是气喘了 那秋冬的时候怎么样让它比较减少发作 那今天我介绍这个药材 我称为就是补肺益气场 那它的主要成分是 我们中药有一个很有名的方法 叫做预屏风伞 那我们知道屏风是什么作用 能够遮蔽嘛 能够形成一个保护 那用预作的屏风 这几位药能够 当然我们身体形成一个胃气 保卫的一个正气 那有这几位药 第一个我们 第一位药是黄芹 它是一个补气的药 那白祖它是一个补脾胃 防风 顾名思义就是防御风寒 那减隔呢 减隔能够润肺 能够身体我们的肺气 那最后一个药就是这杯 这我们常听到的贝母 能够化痰 能够清痰热 所以这五味药搭起来 既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 也能够补肺 能够化痰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 这五味药 就是各三千 然后用一千细细的水 水煮 那煮了之后 大火滚了之后 温火大概二十分钟 那再加一点冰糖 稍微有点甜味 那小朋友比较能够喝的入口 那这个因为这些药材都是偏向比较是温性的 所以我们建议喝这些铁药的时候是比较像现在入秋 入冬的时候喝可能比较适合 如果在夏天喝的时候比较容易上火 这个我们现在手边好像都已经有这个杨医师带来已经煮好的茶 我们来喝喝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不错啊 不错很顺口 干干的 对 就是有那个干味 不像是一般中药那样子 苦苦的 好像不能入口 因为里面有干草吗 没有没有干草 结梗 结梗的味道 真的 这个味道真的是不错 各位观众您可以参考看看 好 那这个营养师 我想请教你 那这个我看到你前面也带了一些食材来 那这个是什么成分呢 对于这些气喘儿来讲 是有什么好处吗 因为其实越小的小朋友 其实我们不太晓得他的过敏源到底是哪边 所以如果说是越小的小朋友 其实我们就会建议像这些食材 妈妈可以一样一样的试 那当确认没有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食材组合起来 那比较大的小朋友 我们就可以捏成这种小丸子 或者是饭团 那如果再小一点的小朋友 其实就可以把坚果的部分磨成粉 然后甚至煮粥 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用这样子 那我们现场呢 就是做成棒状的形状 让比较大的小朋友 其实可以一口吃这样子 好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请到三位特别来宾来到现场 跟您介绍有关于气喘 要注意的事情 天气开始变化 但是不管你家里有气喘儿 还是大人的气喘 只要照我们今天这样子来做 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谢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各位观众 您的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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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